大家平安 欢迎来到每日亮光 一起思想上帝的话 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 耶稣面对一连串的攻击 包含了要不要纳税 务活的问题等等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 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 就聚集在一起 其中一个法律教师 想要用一个问题来陷害耶稣 他问 老师在摩西法律当中 哪一条诫命最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法利赛人 对于律法的研究是非常透彻 所以他们问这个 他们最有把握的领域 这个问题的原文的意思是 在律法上 哪一类的原则诫命是最有分量 值得我们付出最大的关切的 是哪一类的诫命 以色列人的律法总共有613条 其中正面的律法有248条 反面的有365条 他们心想只要耶稣回答其中一条 他们便可以用另外一条来反驳耶稣 这样很快的又可以造成一些争议的场面 如果耶稣被变倒了 他们的目的就达成了 耶稣首先引用生命纪第六章 第五节的经文来回答他 你要全心全情全意爱主你的上帝 这条经文是人人都会背诵的 接着他说第二条也是一样重要 你要爱灵色像爱自己一样 这是影子立位记19章18节 耶稣的意思是说 信仰是从完全的爱上帝开始 这是最大诫命的第一个部分 这条最大的诫命是有先后次序的 必须先完成第一个部分 全心地爱上帝 唯有全心全力地爱上帝时 下面的第二个部分才会完全 才可能做好 第二个部分是爱人如己 这和爱上帝一样重要 也就是把对上帝的爱 落实在对人的爱中 耶稣并诠释说 摩西全部的法律跟先知的教训 都是以这两条诫命为根据的 这句话在和合本的圣经翻译作 你要尽心尽信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这句话的重点我认为是在 尽这个字上 所谓尽就是用自己生命的全部 找到一切可能的方式 节力去做 这是对上帝的重要态度 所以我们要学习用整个人 用生命中的每一部分去爱上帝 没有例外或保留 也许有人会认为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目标 是的 它当然是一个理想 但是上帝是在 看深藏在我们内心的意愿如何 我们如果真爱上帝 还是爱我们自己胜过他 如果我们只注意这个 诫命的第一个部分 那还不够完全 我们要完成诫命的第二个部分 你要爱灵人 像爱自己一样 也就是在爱人中去见证我们爱上帝 我们的信仰不是每天读经祷告 每天亲近上帝而已 我们的信仰是从读经祷告 亲近上帝中来得到改变 来得到力量 而后把当中所领受的 实现在生活当中 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